我们来看这是一个看似不太起眼的新闻 但是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 发改委就指出在秋冬季推出 全国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应急救援包 放在家里面针对突发事件 能够尽快地实施就近的治疗和就近的救援 这里面其实包括很多消防的一些产品 逃生的一些产品 自救护救的一些医疗的一些基本产品 那么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 对家庭的这种自我救助会带来更大的帮助 其实更主要的就是要培养我们的老百姓 要具有自救护救的能力 比如怎么包扎 怎么用逃生绳 怎么用灭火器 包括怎么样用点拂棉棒等等 这一系列的东西还有CPR等等这些东西 都可以让我们的老百姓 掌握一定的自救和护救的技能 毕竟灾难来临之际 能够救你的是你自己和你的家人 所以掌握一技之长 对于生命健康以及挽救生命 将会带来更大的帮助 得音